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皮婆师佛 皮婆师佛 这是998位佛 皮婆师佛既曰 身从无相中受生 犹如幻出诸形象 幻人心时本来无 罪福皆空无所助 身体怎么来的 心怎么来的 有身 又有心 有物质现象 也有精神作用 才产生一个人的概念 我们就是这种状态 我有身体 也有心 身体知道饥饿冷暖 心有喜怒哀乐 有思想感觉 有爱增 这是色受想行识 五蕴合合 把五蕴当成一个人 假名为我 这些从头到尾都是怎么来的 幻化出来的 这个概念很深 不是上帝创造了我 我也不用问老天 一般人常常会讲一个名词 叫做老天 有上课和没有上课的人 都会讲老天 比如 老天安排 老天是我创造出来的概念 其实 老天就是造物主 看不到的概念 我们称之将之拟人化 或拟神化 这个概念都是人们想出来的 从古至今 皆如此 未来五千年依旧会讲下去 你怎么来的 你是幻化出来的 你如何幻化出来 幻化出来的力量 当然是心的力量 古曰 心如工画师 你随便画 想要画什么就画什么 物质现象和精神现象都是你幻化出来的 在为师中 称为剑分和相分 相分为物质现象 渐分乃精神现象 你思考过一个问题吗 物质的现象和精神现象都是你创造的 我有一个茶杯 是谁送给我的 我都不记得了 本来没有那个茶杯 因为它一念起 它有可能去做陶土茶杯 就创造了这个物质现象 就创造了这个物质现象 对于这个物质现象 如果我负予它感情 当它被摔破了 我就会心痛 因为我不负予它感情 它摔破了 我就说 诸法因缘灭 一样的概念 你逮到一条流浪狗 你是一个人 它是一条狗 养久了 你对它会有感情 修行最怕的是 你不执着物质 却执着精神 有很多艺术家 就很执着自己的精神状态 所以要让人看起来像个疯子 有时候 他们也太执着自己的作品 你以为学佛 你就超越了 你不爱名 不爱力 也不爱情 但是 你爱你的感受 曾经有同学跟我讲 师父 我是个很担命的人 我问 你为什么这么讲 他问 你看我长得怎么样 我说 长得像花一样 他说 既然是一朵花 你可以 为我打分数吗 我说 我为你打95分 你长得可爱 青春 美丽 又有魅力 所以 打95分不为过 他说 师父 我要的不多 为什么我至今 还找不到一个爱我的人 我问 你要的不多 你可以告诉我 你要的是什么吗 他说很简单 只要是我不喜欢的 他就不要惹我 只要是我喜欢的 他就顺我 你说这个概念是简单还是困难 哪一个人不是这种死个性 哪个人都喜欢别人顺自己的意 这就是盲点 如果你没办法突破 没有人有办法和你相处 比如 我喜欢别人煮菜给我吃 但是我不喜欢洗碗 我喜欢别人给我垂背 但是我不喜欢帮别人按摩 我喜欢别人赚钱给我花 但是我不喜欢拿钱出去 这样的人都不好相处 说这样的疯话 还觉得自己要求不多 他说 师父 你看我的命怎么样 我说很简单 只要愿意改变 从此就幸福快乐 如果不愿意 永远就是孤家寡人 不用八字 不用命盘 我现在就可以给你算 因为诸法因缘生 什么样的因缘 你就有什么样的结果 我看你什么样的想法 做法 说法 待人 接物 当然就知道你未来的结果好与否 这样算很准 而且不怕别人踢管 一切都是你幻化出来的 你的妄想执着 幻化出很多的概念 所谓一念不生 万法无救 妄念只要一生 不管是什么 都是晨老 你都会很辛苦 文后思维 你能预测自己的未来吗 心平何劳持戒 行职何用修缠 感恩六祖会能大事开示 感大观师父教会 感您的聆听 感恩生命中的遇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